光是在这一盘的前面12局已经打了一个小时了 因为这一盘的第一局啊 事实上当时Birdick是用了差不多15分钟才能够住了花生局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连续三盘双方都打到了Timebreak 现在观众的情绪呢被带到最高点了 Birdick 现在进行发球 他的上网呢被马尼卡的这一季难受的反弹海底角呢给带到 刚才在他的身体前跟后面各打了一次啊 但是就是没打过啊 你看一次 后面再打一次 这个身体前后的又连击啊 但是这个球明显的没有打过啊 所以 又在Timebreak里面先丢了第一分 比赛已经打了三个小时24分钟 哇 今天的发球威力真的是相当的出色 即使是二发 你刚才那个正拍的落点送得非常深啊 我们来看再欣赏一个非常阳刚的正拍 而且相当完整的一个送拍 不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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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双手们还在接八球 我主神刚才那第一时间就已经举手了 跟他确认这球是出界了 哇 所以 Warenka 保住了这两个发球分 你看刚才那球确实是出界了 哇 所以现在 Warenka 已经形成3比0了 回到了Burnick的发球 这两个发球分一定要好好把握 终于在Timebreak里面开张了 双方的脸打了三盘的Timebreak 这场比赛圈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 那是在第一盘 之后双方就进入到互保大战 现在1比3 哎呀 在这个时候又发出了双路啊 他现在还没挑战 但这个球 肉眼看就知道是出界了 一个大出界 哇 连续两个Timebreak他都发出了双路啊 他自己也很懊恼啊 这个注意力有点下降 他的女朋友 现在呢 Warenka 4比1领先 还有可能呢 四盘在结束比赛 哇 连续的多拍双方的正面的对抽 最后还是由Burlick抢下 那么现在换边之后 Warenka 还有一分要来发 4比2 关键时刻 又花了一支Ace 指数213公里的Ace 第18的 哇 他现在一步一步的接近他生涯 第一个大满贯的决赛了 撤掉自己的头啊 关键时刻 一定要保持 头脑的冷静 现在Burlick 出于